母親節快到了!想表達心意,未必一定要買一份昂貴的禮物 可能親手製作一個充滿愛心、情懷的冰花大菜糕,更能表達到你的心意 祝各位媽媽,母親節快樂,你在看的是VLAC Channel,我是LAC仔 做大菜糕其實真的很容易,不過買材料未必人都會知道 我們去超市找一下,就可以找到這包大菜絲的東西 價錢賣16.9元,重量為1.2元,即是37.5克 最重要買到它就完成了 打開了,你就會看到它透透的身 摸上手的時候,硬硬的,和會帶點黏手 這樣就是大菜絲的效果 還有我們今次用的份量,就用三分之一包 藥膜就剩下13克 之後就要把它沖一沖水,洗一下 洗乾淨呢,我們就用水泡一沖 泡的時間一般來說,4個至半個小時左右 泡得越遠,它待會煲的時間就會容易煲 還有我們浸水的時候,就要剪一剪斷它 大概剪的長度,約3-4隻手指那麼長 很簡單 想製作得漂亮一點,精緻一點 我們記得要準備武具 這些武具可以在哪裡買到呢 你可以去超市買到 控陪店,文具店,或者是家品店 都會有機會買到 所以大家找一下,哪一款是適合你的心髓 然後呢,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想媽媽吃得開心一點,又健康一點 我們可以準備她最喜歡吃的水果來做 如果你也是用士多啤梨來做的話 建議大家都是用鹽水去浸它長一點的時間 一般來說,泡30分鐘左右,就會安全一點 因為士多啤梨的含濃藥,一般來說都會重手一點 夠時間就把大菜絲隔起來 再把水分都壓出來 然後還未夠乾身 我們就放一條乾布下去 把水分徹底去印乾 那份量就會更加準確 接著我們就把水分徹底切成水果 切成水果的時候,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你想砌什麼花式、圖案 因為盡可能都不要再翻手了 因為如果不是,廚房就粒粒亂了 接著就準備多120克的黃冰糖 剛剛好就是一個小碗 之後呢,我們就要開一碗的生粉水 生粉的份量大概是一個茶匙 對一個茶匙的水 不用太多水 如果這個生粉水,你開得太稀 就不能太多,就做不到一塊塊像雲的東西 如果你是拉絲的,你就多開一點水 拉出來的蛋花就像絲一樣滑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調整 自己想拉什麼花 有花也可以,一塊雲也可以 就自己作主 準備好所有材料,我們就煲水 水的份量是黃冰糖的10倍 即是這裡有1200毫升水 水滾起,我們就調一個中小火 就不要用大火 因為用大火就比較難掌握 接著就把大菜絲都加進去 期間呢,我們有空也要用匙巾去攪一攪底 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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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 接著,可以把黃冰糖加進去 也就是不斷地你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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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 either 直到黃冰糖會溶潸 團體鏡濺,水滾起又一次可以再少下雞蛋 把雞蛋和水滾起起來 要按時要注意到一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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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如果不是將其他雞蛋拉出來,這樣可以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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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 接著,我們先用匙巾 127rm 去攪一攪一攪 1.哎匙巒 這樣雞蛋就會蒝固得更多 這樣就可以讓雞蛋了 一直下降的時候 右手慢慢攪拌 這樣雞蛋就變成雲 雞蛋也下降了 我們就要將它降溫至40-50度以吾辣手為之原則 之後才可以加一些法寶進去驅除雞蛋的腥味和鑄毛 溫馨提示大家 大菜糕是會在30度的室溫中凝固 所以我們鑄毛的時候 就需要在和暖和不辣手的時候 就需要鑄毛 今集的秘技 獨特的味道 盡在於這三卡檸檬 不要小看這三卡檸檬 已經足以將雞蛋的腥味都拘除 不但還可以增強底味 會有檸檬的清新香味 重點有兩樣 第一 千萬不要在高溫的時候 加入檸檬汁 因為這樣會破壞檸檬的營養和味道 第二 千萬不要加檸檬核 因為檸檬核長時間被暖水浸淹 會有苦澀的味道 放入杯子的時候 記得留三分一至一半的空間 用來放水果 加水果的時候 如果你想砌圖案 更漂亮的話 不妨把大菜糕再放涼 即是開始凝固的時候 才逐件逐件插進去 這樣就可以砌到你想要的花 還有中途 我想想想 覺得這兩種顏色的水果就好像不夠顏色 我就去了餅店買了一些水果湯 所以你就會看到有奇異果 土 木瓜 加進去 顏色都會更漂亮 好了 放在室溫冷卻 大概四至半小時左右 我就檢查一下這些模具 輕輕壓壓模具 看到有些離邊 證明外框已經可以脫出來了 我就不冷凍才拿出來 直接開了一個給大家看 做出來就是這樣的 已經去到一個結實的地步 所以大菜糕的凝固速度也很快 半小時左右 中間就差一點點 基本上大致都完成了 好 順便就開了這底給大家看看 看見它的士多啤梨 浮在表面 提子就聚在底 就是因為時間問題 如果你想做得更漂亮 記得在它半凝固的狀態 所以才慢慢把水果插進去 我們要知道它能不能脫掉 就要看看它的邊 一離邊就差不多了 中間怕它差一點點 因為時間有限 還是多一句 其實脫下來也很結實 最後在表面加多幾粒的士多啤梨 放下去 這樣就很帥 如果買到的話 可以加多幾片薄荷葉 更加好 吃的時候 不妨加一點花奶 好看又好吃 滑口 帥不帥 真是有冰花的 如果喜歡今集的愛心情懷大菜糕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V 因為有你支持 就是我的拍片動力 最後祝各位勞虎公高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約定你 下集再見 拜拜